现代的宇宙观,天文学,也可以叫世界观 我们把宇宙成为更大的一个世界 现在科学的最高大上的,我们说天文物理 为什么这么叫?不叫化学呢?或者其他呢? 因为它连整个宇宙的这个规律啊,就这种物理现象,可观测的,还没有掌握的太好 还没有摸清它的规律,所以说,至于化学啊,都是其中的局部的变化等等 科学一直在发展,反而很快,但是它离真理呢,到底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当我们生活在井底的时候,那天就是这么大,它对我们来说,就是足够用了 不要嘲笑井底之外,这个词没有错,因为对它来说,这个天,对它才是有价值的 你再大跟我没关系,没有用 而现在随着探索的越来越大,那宇宙,我们觉得人就越来越小了 那真理真的是摸不到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一个天然合一,一个整体的思想观 像中国人这样,那这个随着科学的发展,像科技呀,分科之学嘛,各个专业呀 就是包括医学呀,反正各个吧,学科,你只要过20年,用不了20年了 现在发展这么快,都把以前的全部推翻 因为我们学的,上学学的,那都没有用,甚至说是都是错的,怎么办 就只好来回过头来看中国 你看这个宇宙,它像不像一个太极 我们不说宇宙啊,就是这个银河系 就每一个银河系或者其他星系,我们现在科学可以观测到,那都是太极图的情况 而且比如说黑洞,它就是吸食的同时,它会往两边再散 是不是太极生两亿,我们去看那些图嘛 然后包括它,它那个每一个,那个当中会有这个,很多个这个,它就是一个太极的形状 啊,四象,八卦,有很多的翅膀,是吧 宇宙的银河系有很多的这个,分叉 我们那个,这个观念,自古,就是老祖宗,反正什么都知道,就这么来的 我们举个例子,像现在这个天文学的发展,从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 到后来的牛顿万有引力,然后爱因斯坦,霍金 这一代一代的更新,在此之前是开普勒 就是那个那个,就是地心说呀,然后到日心说呀 你看伽利略,你比如说他那个两个铁球同时落地 那真的是同时落地吗 那如果是不计空气阻力,可以 那为什么不计呢,小的空气阻力小嘛 那那当然小的先落地 万有引力,牛顿 我们说,这个,那那相对来说就万有阻力 它的离心力,它的第一推动力 呃,包括这个,就是经典力学呀 啊,它这个随着爱因斯坦,也是,逐渐把它更新了 就是它,当有光速,当怎么样之后 多少宇宙速度之后,那这个规律就不符合了 那我们再说霍金,它又,它的霍金辐射,黑洞理论 又,又,覆盖了这个,呃,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 可能它那是一个局部现象,霍金辐射嘛 那,那那个黑洞,它也是不是全部都能吸进去 霍金,你不要小看它,其实它还是很厉害的 有一次,呃,就是它去世的时候 那天中午,平时中午是不做梦的啊 那天,就刚好就梦了,它就,呃,不在了 呃,它,它,就是,它的能量啊,那种,那种频率波动 还是很厉害的,啊,就每天就坐在那,就想嘛 什么都不干嘛 西方的这个天文学啊,我们先上它子弹